絕對不符合我出獨舞的進度 因為我是每年一歌 FuTV一歌 每年一首歌 但你不喜歡就分手 這個森林這麼大 你不喜歡坐地鐵 你過天坐地鐵 遇到一天幾百個人 幾千個人 你一定找到一個適合你 為何要強迫別人去改變 或者迫自己去改變 不要管得那麼嚴 不要互相猜渡 為什麼你不信任我 不要檢查電話 其實有很多這些行為 如果你找到一個跟你情投意合 跟你一起想法一致的人 根本沒有需要去檢查大家的電話 大家都很信任對方 你逼完他不檢查你 其實他一直都心拖拖的時候 沒有意思 兩個人一起都是為了開心 輕輕鬆鬆地過日子 其實保錡遲過我出道一年 但他的歌是多過我的 因為我真的出歌進度很慢 而是不關公司的事 其實以往都是說 每年你有兩至三首歌 但因為我真的 我想每首歌自己參與度很高 無論是MV的構想 拍攝還是歌詞 所有東西我都想參與 所以我就拖慢了盡度 每年出得一首歌 例如去年又要舞台劇 又要拍中藝 其實真的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做歌 做完歌還要後期 後期後要做MV故事 很多東西 《Love Vacation》 拿了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懂得運用情緒的演員 對手被援我 我會給他相對的反應 我試過有一場是說我媽媽死了 然後鬼魂來探我 我星期六日 下午夜晚都要做各一場 我看見我媽媽回來 我下午是哭的 但晚上我看見我媽媽是笑的 原來我媽媽給我不同的情緒 我可以給她不同的東西 我的前輩都說很好 這是一個演員應該要有的東西 而不是每樣都很硬地給別人 我是有give and take 所以我都喜歡做舞台劇 而且你馬上感覺到沒有觀眾的反應 今次《Love Vacation》 我很珍惜他們每一個 他們每一個都很厲害 而且很無私去分享 他們很願意把舞台讓給我 我記得我和麗英姐 她每一場是做我媽媽 就是我說媽媽死了回來探望那一場 我到最後慶功問她 為何你每次見到我都不哭 為何你見到你兒子不是很感動 為何你反而做另一場明明不應該哭的戲 你竟然這麼感動哭了 她說其實我每場都想哭 但我要讓個位給你 我想哭的時候我背著舞台 我不讓觀眾看到我傷心 因為那個傷心要留給你 觀眾是來看你 我覺得這麼無私的東西 明明她可以做得很好 或者可以搶多些戲 她沒有想過要搶 她會想要讓給我 我學了很多東西 例如《八至今》會教我們很多動作 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身上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很希望可以再和前輩合作 免費偷師 想的想的 之前拍過《一目睜訊》 但不算《Telermade》 因為小說改編 想的想的 曾經有導演 寫過我們不同的電影 有一套我最印象深刻 她的PowerPoint就是用了四隻奇蛾 然後鍵了我們的樣子上去 這是真的 這是一套搞笑的電影 真的是 但最終就好像沒有再更新 我們說 沒有理由我們是做四隻奇蛾 幫肥仔溝女的節目 幫肥仔溝女的電影 是說我們三兄弟 要幫她完成為怨溝女 好像說類似是這樣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 都有提示過我們 但未必說的想法很好 或未必是找到投資者 我們想的當然 不一定是劇 不一定是戲劇 其實都想的 有劇之前都有聊過 但一直都未成事 有不同的 找我們四個做主角的東西 其實現在都 我知道有人幫我們 在量度劇 是量度四個 但你量度完之後其實沒有 未必一定會推銷 你未必一定 我們四個賣到錢 所以到現在都未成事 我是沒有打擊的 因為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但我知道Dee哥是有打擊的 沒有 那陣子就是 其實我們是第一套大頭 倒進去的電影 其實之後的票房 都倒進了一點 大家看到之後 但我只不過是大頭 所以可能噪音大一點 這樣 希望下一套會好些 期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的國體某程度上 除了我亂說話之外 是因為整個大氣候剛剛很封關 然後大家出不了關 錢消費去哪裡 看些什麼好 看看香港的東西 認識了我們 所以那陣子是任何東西 只要沒有限聚令的時候 可以入場看的時候 都會好好票房 我們是那個階段的得益者 其實我們是很幸運 運氣很好 才可以在那個階段得到益 所以現在只不過是回復 在我未得益之前的階段 我們已經拿了很多東西 比很多人幸運很多了 幸好我們那段時間 在娛樂圈生存著 其實失望不多 但要自己做好些 你做好些一定有人看 你做得不好 別人就看其他國家的東西 很正常 我一天就只有這麼多時間 每天放工回來都兩個時間 我當然是選擇最好的東西看 我不會看沒那麼好的東西 你自己再做好些 那就吸引觀眾回來 所以失望絕對不是 對任何人的失望 是自己不夠努力的失望 最多是 拍劇 拍中藝 任何東西都是 所有天時地理人和的配合 未必是很多 未必全部都是人為的因素 但人為控制 都可以做好些 最大的轉變 可能是現在就修煉了很多 不要亂說話 說話之前真的要思考一下 以前沒有人認識的時候 你說什麼 你說得多誇張都好 沒有新聞報道 但現在就要慎言 你說一句都可能是新聞 會影響到別人 可能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要慎言不要說錯話 最好就 Fresh那些其實都不是馬上說話 你有想過才去回覆的 Fresh是一班年輕人 我想跟年輕人的市場玩 希望他可以聽完我的話 他是十幾歲的 真的讀書 那個穿校服的 然後 我跟他們說話 我也是有想過的 我想過如果這樣說的話 這邊的網民 連登網民會怎樣看我 然後我的粉絲會怎樣回覆我 我會想這個 我才去回覆他們 我不會做一些非常刺激的事情 去令到別人對我不好的印象 所以有想過我不是馬上回覆的Fresh 會違背 但人大了就是這樣 我想要深思熟慮一些 你不是只為自己 有很多事情 你背後公司 你有你的團隊 你不可以只為自己 你為自己 你做壞事會影響很多人 影響了ERROR 其他人都不定 所以我總之不可以去 要神言 就不可以亂做事 很正常 大了就是有這個包袱 或者要賺錢就是有這個包袱 如果我很有錢 我一定會亂說話 公司對我自由度很大 他們會有時 我真的說得太誇張 會提點我 但其實他們很給我空間 去發展 但兄弟會不會出事 兄弟會提點一兩句 以前很亂說話 或者充分頭腦 他會看 差不多了 過了 小心點 但從來不會有人阻止我 都是我自己 給我自己的決定 很多事情都 等價交換來 你做藝人 你一個商品 等價交換來 你講錯話 就令你少了工作 少了廣告 就少了錢 全部都是等價交換來 我願意接受等價交換